大家好,我是电脑培训的王老师,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这一节课我们来讲Word文档 我们在Word文档里面如何设置双面打印 这个问题的话是一个网友在问我的 然后呢,我在前面的话也有讲过 但是讲的有点,一下子讲的内容有点多 所以可能没注意看 那这一节课的话,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这边文档啊,我们已经写好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要把它打印出来 对不对,打印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到双面打印 因为默认的话,它是一个单面的 一打印,你直接点打印出来的话 它就是一个单面的 你想打印成双面的话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也是去点这个叫打印啊 点一下它 点它了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界面 上面这里有一个叫双面打印啊 点一下这个双面打印 那之后呢,下面这里要几份 我们就去写几份 然后呢,去点确定就可以了 那我们平时的话呢 这个勾,双面打印这个勾 它是一个默认不勾的状态的 如果我们要双面的时候才去勾它 要不然我们就不要去勾它了 好,那我们这一节课的话呢 我们就讲了,我们在卧的文档里面 要打印一篇文档 想让它双面的打印出来的话 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现在再来做一下啊 就是点上面这个打印啊 点打印了之后 去勾这个双面打印 然后点确定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好,这一节课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